我是海芬 我是雅群 欢迎登上梦想起飞号 创业 梦想 时尚美容 生活风格 最知性与感性的话题 通通都在梦想起飞 梦想大人物 欢迎收听梦想起飞 我是海芬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个 真的我们算很好的朋友 对不对 Janet 你这样问我还能说什么 很艳凡 因为我跟Janet认识 非常的奇妙 我本来也都是 只是主持她的活动 然后后来我们就一起 等于算是同学 上表演课的同学 然后后来就一次一次一次 就越来越熟 越来越熟 熟到也好 我们就还一起去露营 然后去 你们家玩小孩 然后去做饭 怎么样怎么样的 对 所以我要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们要邀请Janet 来担任我们的大爱兵 Janet你好 嗨 为什么特别人要介绍我 所以就介绍我的朋友 Jene 要讲中很可爱的声音 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们这个广播节目的主题 是跟大家聊聊梦想 我觉得那时候他们问我说 有没有想要访问自己 哪一些朋友的时候 我就想到 就是我要跟大家 分享Janet这个角色 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 你真的是 很 非常的把自己的梦想 很完整实现的一个代表 我觉得对你来说 你小时候的梦想到目前为止 你觉得已经做到的有哪些啊 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 你觉得我是 完成梦想的人 然后我反而觉得 我还有很多梦想 还没有完成的人 我是一个这样子的人 但因为我一开始 其实我真的小的时候的梦想 是当一个小提琴家 因为我很喜欢表演 然后我很喜欢在台上 然后那时候就是 小提琴就是我的声音嘛 就是我的乐器 我的一部分 然后后来那个就 没有做了之后 我就想说 OK那接下来我的梦想 就是要当一个医生 然后医生 然后医生也没有成功的当 对 所以 所以 这个也是 真正的以前是我 我的我的梦想 但是也 后来也没有 没有完成 对 然后后来我放弃医学院 就是因为我想要 完成另外一个梦想 就是当一个名模 对 然后后来那个也没有 可是我觉得你虽然说没有 但是还是有啊 你看你说你想要当小提琴家 但是你在好多很重要的场合当中 你有表演小提琴 那已经算小提琴 艺术家了耶 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我那时候想要当小提琴家 的时候是没有完成的 然后想要当医生的时候 也没有完成 我想要当模特 都没有完成 但是后来 最后其实又绕一圈回来 的确是因为 某一些原因 或是其他的原因 走了另外一条路 然后完全 其实真的是完全忘记 完全放掉 那个梦想的时候 就真的是 很妙的那个 那个梦就 就有想办法再 再回到我身上 这个很可爱哦 就是有的时候 我们都会跟大家讲说 要在追求梦想的过程当中 到底是不是要 就是 觉得好像不太可能 但是一直还是要坚持 往那个方向走 还是说其实在 呃 实现梦想的过程当中 可以试的从另外一条路 去切 切进去 说不定那条路 对而且 我们那时候也是想的 就是一个梦想 我的小孩在讲话了 对可爱 我是觉得一个梦想 有的时候我们讲到 它是一个target 一个标 对 但是我会把 一个梦想变成是 比较像是一个 你想要 拍下来的一只鸟 它会飞来飞去的 它不是一定是 在某一个地方 是 在那边等着你 对 然后远远的 你从望远镜看 我觉得 我觉得它就是飞来飞去的 有的时候你就看得到 也很清楚 有的时候它就飞远远的 对 然后还是会回来 对 所以我觉得你要有弹性 因为你的 你的目标 你的 你的梦想 其实也是 也是会变的 对 所以 它既然都要变 那你也要有弹性 没错 没错 我觉得把目标设定成像是 拍照 要 这个很可爱的鸟的概念 因为 以有一些传说来说 会把 很好的未来 形容是有 青鸟的概念 就是当青鸟 看到青鸟的时候 就代表有一个 非常 好运的想法 就是如果 今天把你的梦想 设定成是一个 好运成真的话 其实真的要给自己 多一点弹性跟空间 去挑战 而不是就是 傻傻的认为说 我就是非得 做到这件事情 我要放弃一切 去追求 某一件事 这样反而 我觉得会很可惜掉 你要看到路上别的风景的时刻 这就会很可惜 那我们在下一段节目呢 要请珍南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虽然你说 你好像还有很多的梦想没完成 但是你给了很多人很棒的一个 算是榜样 就是你在你决定要做的事情的时候 你是非常尽力的完成 让给大家不管是表演也好 主持也好 或者是跟陌生人的互动多好 在下一段回来我们要继续跟珍南分享哦 我是海芬 我是雅清 欢迎登上梦想起飞号 梦想大人物 欢迎回来梦想起飞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邀请到的是Janet Janet真的是全方位的艺人哦 就是从主持开始这件事情 是让大家就是更了解Janet的时刻 尤其是封台湾 你当初在接下封台湾这个任务的时候 应该去怎么形容 就是大家会觉得这个女生好特别 因为你很会讲台语 中文没有很好 但是会讲台语却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因为你等于是在台湾的各个的乡村 各个的乡镇 可以跟那边的阿公阿嬷打成一片 所以你当初在接到这个主持任务的时候 是不是自己也觉得非常的新鲜跟好玩 你知道我开始要接的时候 他们其实本来节目就是要中文 纯中文 然后是要很标准的中文 那我去试镜的时候 我就觉得啊完蛋了 我不可能我不可能接 然后后来就是 就是因为 因为我的台语没错嘛 然后所以当时觉得 OK也许去南部的时候是还可以用 那时候真的完全没有想到 我会用到英文 然后我就觉得 你就知道 我就觉得人生就是这么这么妙 我那时候当模特 然后想要当演员 每个人都说 哦你的中文不够好 你中文不够好 他一直在focus在 我的中文不够好 对 所以我自己也只能在focus在 这个行业要成功 是机会蛮小的 对 就是要再努力 要再认真 或者是甚至是 可能我没办法做到 对对 那后来到了封台湾的时候 他们就把我的缺点 我会讲中文 哪里会讲台湾 那我们就去南部 你会讲英文 好那我们就先找一些外国人 你会英文 那你要不要自己写看看旁白 那我就觉得蛮lucky 我真的蛮幸运 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节目也变成是播国外 不是直播台湾 对 那刚刚Jana有特别提到 就其实制作单位也给你很多的 就是在挑战上的一些客服 对不对 他觉得中文不好没关系 台语很好 其实我们可以去中南部 跟很多的阿公阿嬷聊天是吗 对 我觉得就是 他们没有一直都在注意 我的中文不好 他们会觉得 OK 那我们怎么使用 你的台语很好 还有你的英文很好的 这一部分 所以比如说 我们就真的是去南部 很多很多 很可爱的乡下的地方 然后访问的人 可能就不是年轻人 我们先访问的是 是还蛮多长辈的啊 对 然后其实他们还蛮多故事 也是非常非常的亲切的 对 所以我们封台湾就慢慢的就从 南部的这些乡下的故事 开始开始做 对 然后因为我的英文也比较好 所以那时候他们要我 有配中文的旁白的时候 对 我就觉得 Oh my God Oh my God 这个真的好难喔 然后我就说 那我可不可以先写 写看看我自己的英文的旁白 就不小心封出来 我的节目就变成是英文的节目 然后因为是英文节目 然后就变成是 其他的国家也可以 看得到这个节目 就会更多国际化的这个地方 都可以看得到封台湾 然后其实也因为这个 Janet的封台湾 让更多不同的城市 更认识到台湾 有这么多漂亮的风景 跟这么多亲切的长辈 那当然我们也 我觉得梦想的实现的过程当中 其实人有很大的关系 要有很好的 跟别人相处的这些互动 所以Janet是不是 一直都不担心 跟不会很紧张 去认识新的朋友 反而会很开心认识 很多新的不一样的领域的 这些陌生人是吗 嗯对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他的 他的有趣的故事吧 所以我以前就不会怕 去认识人 其实我也觉得 比如说我在其他的国家 然后不会讲那个国家的语言 嗯哼 我不会怕 因为我觉得你可以用手语 你可以用笔来笔去 可以用画画的 人我觉得是很会想办法 跟另外一个人沟通 对对对 那我从以前就不会怕 有讲错这个字啊 或者是会 会怕人 对啊 我真的觉得 人就是可以让你更认识 这个环境 对 甚至更认识自己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跟 其实教育也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学习的环境 如果可以从 不管是父母 或者是长辈 或者是老师那边 得到更多的肯定 其实会让小朋友的自信心 更加增加 所以对于你来说 你的父母 或是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也有很多的老师 都给你很大的肯定呢 我觉得是爸爸妈妈 给了很多空间 对 我犯错 他们不会马上骂 他们会觉得 OK 没关系啊 你错了 那你有学到东西吗 或者是我跌倒 他们不会直接 马上把我扛起来 对 我觉得这个是我爸爸妈妈给我 因为他们也不是 一直在赞美 或者一直说 你做得很好 或者什么的 他们的鼓励的你的反而是 我给你一个很好的底 对 然后我在旁边 如果你需要 你站不起来的时候 你需要我帮你 我会在 对 我觉得这个是他们 给我们的鼓励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这就是 给小朋友一个很大的 算是成长的一个很好的 算是榜样 应该是这样说 就像Jana 我看到你在照顾这个小朋友 你自己的孩子 这时候也是 就像如果一般人会说 Jana不要玩沙子 或者是不要去那里 那里很危险 你反而说让他去试啊 他试了以后 他就知道那个的环境 是不是危险的 是不是恐怖的 是不是不适合他自己的 所以你也会把你的爸爸妈妈 交给你的这样的学习的方式 然后也教你的孩子们 对吗 会 但是我现在这个时候 就要跟我爸爸妈妈说 对不起 我真的 我一定是让他们超担心的 因为虽然我现在也想要 让我的儿子这样子 但是你心脏真的要很大 对对对 因为好啊 你去玩沙子 然后沙子进到你的嘴巴 你的眼睛 那个比较还好 对对对 但是如果我的小孩 比如说要要学游泳 或者要跳进去水里面 或者甚至更危险的事情 你又要一边放手 对 你又要 我现在也还不知道 我能不能全方做到这一点 对 也还在学习当中 因为毕竟你跟姐姐两个都是女生 但是伊根跟弟弟两个都是很皮的男生啊 要学习起来还是很不一样的 而且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了 就是你在当模特儿的时候 也想要尝试当演员 大家都说你的中文不好 可是你看我们后来去上课 然后不管是很多的导演 或者是老师给我们很多在戏剧上的指导 甚至是在拍戏过程当中遇到的前辈 也给你很大的鼓励 嗯很多 我觉得每一个人就是老师 对 不管他是有比你老的 比你年轻的 比你有经验的 比你少一点的经验 对 然后很多人会说 比你少的经验 怎么可能当你的老师 对 可以啊 比如说我现在 我们已经主持的蛮久了 对 然后你看到一些新的 刚出来的年轻的主持人 嗯哼 你看他们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哇 你们真的很有活力 对 我们真的是充满的有 有好奇性 甚至他们现在的想法 也比你的 不一样 就是跟你的现在的不一样啊 所以你一定是从他们身上 还是可以学到东西 对 所以我觉得 我们要当海绵 就是不断的一直在 吸收 对 这些资讯 对 对 而且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是要一直保持 很好奇的心情 因为如果对于很多的新的事物 已经无感了 就我没感觉 或者说 那我们现在去哪里 要介绍新的 比如说小吃 或者是介绍新的景点 你已经没有什么 因为我们可能要觉得 我们都已经去别的城市 吃过类似的了 那这个东西我觉得还好 其实就没有办法 发现新的乐趣 但是如果像刚刚Janet提到的 你一直像 把自己当成海绵一样 你很好奇的去说 那这个 为什么是加这个调味料 比如说我在哪里吃到的 比如说番茄 都是吃甜的 为什么这边的番茄 要加酱油 你说不定就可以尝到 新的不一样的滋味 那而且我觉得也很 意义义 你看我们这么多年一起 就是看到Janet的 努力的过程 你当你被告知 获得十大杰出青年的时候 真的我觉得 我若是你的父母 我是觉得太骄傲了的那一刻 你当时的心情是什么 得到获得十大杰出青年的时候 我那时候跟我 我爸爸妈妈讲 然后你知道我爸爸妈妈 他们也是已经住美国 住快五十几年 对 所以很多时候 我在跟他们讲说 你知道吗 比如说我要跟王力宏 拍一个MV吗 对 什么人啊 是 所以有的时候 我跟他们分享一些 我自己觉得 还蛮骄傲的事情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 好 拜拜 就表面上嘛 对 然后我跟他们 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第一次看我爸爸 这样子眼睛 就这样子亮起来 对 然后我就 蛤 没可能啦 应该不对啦 应该不对 然后 就是 从那一刻之后 我爸爸妈妈 就是到处跟大家讲 然后我就觉得 哇 你真的 你们真的还知道这个 还真的是 把我当成这 很骄傲的女儿 因为真的 我们当朋友 都会觉得非常骄傲 因为那种骄傲的感觉 就会 我们知道你很辛苦 因为真的语言不通的时候 其实在刚开始 要在一个完全不一样 很陌生的环境 努力的时候 那个挫折跟辛苦 太可怕了 因为 比如说你看 你虽然是很会讲台语 但是有一些工作 他不可能允许你 只讲台语 只讲英文的时候 光是看这些脚本 看这些这个台词 就要花太多的时间 我们都懂 可是到后面 你看有这么好的成果 而且我也认真说 十大杰出青年 不是只有看成就而已 他不是看到 你完成多少事 他是要看 你对这个社会 付出了多少 你能不能对社会 带来很多的 不一样的正向的力量 才有可能 获得十大杰出青年 所以那时候我看到 我真的替你觉得很高兴 那我们在下一段节目呢 也要请Jana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很多的人 都会期待说 在梦想的实现的过程当中 她觉得 我只要努力了 我就一定可以 就是得到很好的成绩 但是当面对到低潮 或者是心情不好的时候 或者是真的有一些挫折的时候 那段时间要怎么样熬过去 才可以看到 后面更漂亮的风景 我们下一段马上回来哟 我是海芬 我是雅群 欢迎登上梦想起飞号 梦想大人物 欢迎回来梦想起飞 我们要邀请到的是Janet Janet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也知道 在努力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有挫折 一定都会有心情不好 甚至很怀疑自己 要不要继续努力的时候 但是很重要的是 那段时间如果撑不过去 你讲真的 你不要想梦想实不实现 我觉得连健康 都有可能出问题 对 对于你自己来说 就是碰到这些不开心的时候 你怎么样让自己能够 想方法去度过呢 其实我觉得 就是我回到那个 我刚刚说要谈心 因为我觉得 你难过也不会 只有一个原因让你难过 有很多 你会有各种样子的来源 对 所以你一样 就是要让你 帮你站起来的 要帮你再开心 再帮你再 有力气去找 追梦的 对 也是来自于很多地方 对 所以那个时候 我是各种 各种方式都有 都有事 对 我会找朋友聊天 我会回去想说 我真正的喜欢的是什么 对 是吃东西 是旅游 是找人 去到处去运动 去看风景 我就发现 这些东西 慢慢的会让我开心 所以可能今天 心情真的很糟 我只有力气去打个电话 跟我家人说 Oh my gosh 我现在很难过 对 那也许在第二次 我的力气再大一点点 我有机会把自己扛起来 然后可以走出去 然后走出去的时候 在运动的时候 就发现 OK好 我得到一些力量 对 然后再把这个收起起来 然后就慢慢的在 在想办法 再好 再好一点 再好一点 再开心一点 再开心一点 那一定是会有再下去的 那个moment 你不是一直都是往上的 就是有一点像 像stocks那种 对 要鼓 就是一定会上上下下 一定会上上下下的 那下去的时候 像股市那样子 对 其实真的下去的时候 很容易再 再更恨自己 再觉得 啊 我很没有用 那这个时候 就真的是 会更需要 也许是别人 也许是一个环境的改变 也许是一个新的想法 让你再 再 慢慢的再 再站起来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 真的很重要 尤其是 在低潮 甚至有些 忧郁的状况的时候 我觉得不要小看 心里面的不开心 就是如果你 有一点点不开心 你不把它当一回事的话 其实 它有可能就是 慢慢的 有点像是 如果我们 一张很干净的 手帕好了 滴到一点点 小的脏东西 你不敢把它清理掉 它就会越来越扩散 越来越扩散 所以你心里面的伤口 如果没有 就是好好的去 检视它 或者是治疗它的话 就很容易 这个伤口 它有可能溃烂 甚或是 你以为它好了 它其实里面 还有很深的疤 我觉得像刚刚Janice说的 就是 因为不吝息 去跟别人分享 不管是 就是我认识的Janice 是好的 它也很愿意分享 它如果要提醒大家 要注意的一些 不要去踩到的危险 它也很乐意 跟大家分享 甚或是 它会把很多的朋友们 各种不同的关系 聚在一起 而不是好像很自私的说 这群朋友是我的好朋友 我不要让你认识 它反而会说 一个聚会 把各种不同 它认识的好朋友们 聚在一起 我觉得那个时候就会 即使是有低潮 但是有这样的好朋友们 互相给对方 新的机会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一个 新的转机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那我觉得 我们要不要聊一下 就是拍戏 这件事情对你来说 本来是人家觉得 是一个障碍 可是你看 这次的这个金钟奖 就入围了女配角 而且都会觉得说 女配角一定要是 好像从头演到尾 但是你也就两集到三集 你这个 是不是我觉得 当收获到就是 我们先不要管得不得奖 我觉得入围 真的就是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肯定 那个的感觉 也很特别 是超级幸福的 我听到我入围 我整个都要哭出来了 因为就像你说的 其实因为这个梦 已经也蛮久了 然后我演这个角色 当然你每一次演 你当然会希望是被看到 被肯定大家会喜欢 观众会看 但是真正的你听到 Oh my gosh 真的有作业的评审 把你当成演员 真的是把你觉得 就是你会整个都 我是飞起来的 我是整个都是飞起来的 是 而且我觉得 那个心脏的感觉 我完全懂你说的那种 就是 对你再讲一次 什么 你刚刚说什么 的那种感觉 对 这太可爱了 因为你看 我们两个都是从 主持开始 就是当 我们想要当主持人的时候 别人就觉得 他可以吗 中文都说的不好 还想要当主持人 好我们在主持的工作上 让大家看到 我们做到了什么 然后接下来想要挑战 下一个东西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 他可以吗 他是主持人 他怎么可能会演戏 他不就在那边 就只是出一张嘴 讲一讲 然后就访问笑笑笑 就结束了 可是当我们要认真 去做演戏这件事情 然后 如果旁边的家人说 我觉得你演得好好看 我们都会觉得说 可能是觉得整部戏好看 不是针对我的角色 可是现在是针对 你演出来的这个角色 获得 而且是专业评审的肯定 哇 那真的 那时候我看到 入文明当 我看到你说 我在家里尖叫 就就 而且尤其是这部戏 我们都有参与其中 然后我们还一起 对我们一起 对 重点还一起对秀 然后我们还 我们还一起就是 在露营的地方 还看一个手印的概念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身边的人一起 开心的感觉真的很好 所以是不是更 让你觉得说 其实演戏这件事情 也是可以做到 让自己梦想成真的 一个很重要的机会 可以 其实我觉得 我只要 就是不是太离谱的 我觉得我们都做得到 只是我们没办法控制的是 在什么时候会完成这个 然后我们也没办法控制 在什么程度 我们会完成这个梦想 因为你说 OK 我真正的梦吗 好 那我要去好莱坞 我要去跟 比较特皮德演戏 我可以梦到这里 没错啊 但是你说 那这样子 没有到这样子 是不是 我就不是一个演员 不会啊 我觉得 我可以去演一个舞台剧 我也是一个演员 You know 所以我觉得定义 跟你的心理的态度 其实真的蛮重要的 没错 没错 而且我觉得只要有梦想 先不要把梦想设得太大 就要一关一关的 达成了那个目标 其实就是让自己在 每一天都比前一天 就是多完成了一些事情 这个真的很重要 而且我觉得 在演戏的过程当中 就像刚刚Janet分享的 我们没有要特别 挑什么角色 我非演不可 比如说 就是要演女主角 我就是要演什么什么 如果其他角色 我不要去挑战 这样子反而 那个路会变得比较窄 对不对 嗯 对 那如果现在要你想要 再尝试演戏的话 你有没有最想要 挑战什么样的角色 我是真的都想 但是 我觉得 动作片 因为我本来 其实我本来 最最最最想要 拍的 我当模特的时候 最想要做的 就是像杨子琼 对 我刚刚正要讲杨子琼 我好喜欢他 我好喜欢他 对 而且我觉得他的 他的工作 他的事业 就是我的梦 你知道他可以演大的电影 他也可以演 感情的 对 他也可以演中文的 也可以演英文的 对 我就是觉得 哇 他的他的工作 他拍过的东西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对 而且我跟你说 就是我推荐你看一个 东方三峡 他跟梅艳芳 还有张曼玉演的这部片 我觉得你有机会 你可以感受一下 因为我觉得 你刚刚说 你很想拍动作片的时候 我脑子就闪过这个电影 因为这个电影 在当年是非常非常 让所有的女生朋友们觉得 心里面很有感触的 因为这三个 东方三峡 这三个女生 他们不但就是 应该就 我不能太告诉你剧透 而是说他在里面 不但是有 我去看 我去看 对对 他不但是有功夫上面 女生可以看到 女生可以保护自己 甚或是在 女生跟女生之间的 友情 或者是亲情 他写得非常好 而且这三位女演员 真的太强大了 因为每一位都是 可以获得国际等级的 那种奖项比赛的 就是影后等级 所以我觉得 也很期待 而且真的没有年龄限制 我觉得演戏这件事情 它就比较不是像 好像你到了几岁了 你就不能再演戏了 而是如果可以 就是接受自己的外形 接受自己的年纪 各个的这个角色 都可以继续来挑战 那我觉得 Jana现在 以你现在的资历 有很多的年轻演员 或年轻的主持人 要询问你 一些意见的时候 你会给他们 什么意见吗 如果就主持外景 这件事情来说 有 我会常常说 拜托 拜托 不要模仿我 因为 如果你要辨别的人 那你就不会自然 没错 所以 我觉得你就是要当自己 然后你要想办法 用你自己的方式 去找到你的位置 对 所以我常常就跟年轻人说 你自己喜欢什么 你自己 你主持完之后 你回去看 你会喜欢这个人吗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人 那这个就不对了 没错 没错 因为这个不是演戏 你不是在演别人 你在当主持人 你就是要 好好的发挥 没错 那这个不代表 就是你傻子就去 然后就没有做功课 不用了 你还是要做功课 但是你不是在演的 我觉得观众现在很聪明 完全看得出来 你是在演 还是你是真心的 在主持 在认识人 在认识一些新的环境 对 我觉得这个完全 就像我之前访问大沛 因为大沛对我们来说 都算是小师妹的概念 就是我还记得大沛 刚开始主持的时候 就是那些外景节目 她的压力超级大 她说她不知道要讲什么 然后可能大家就是 那你看一下 Janet的那个内容 她也觉得 可是Janet 她说不要模仿她 所以她的压力很大 然后那时候我就跟大沛说 我只有问你 你自己回家看电视 你把你自己当观众的时候 你喜不喜欢 电视里的大沛 如果你不喜欢 那观众怎么会喜欢 就是你如果要当成是陌生人 你要比如说 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主持人 问的东西 好像你没有很感兴趣 那观众也不会感兴趣啊 他觉得你问他这些好怪 或者是你的形容词 讲来讲去都是 哇都只有这一些 就不够吸引人 而且我觉得 因为你可能 当时给大家说的印象 都是太喜欢了 跟太特别 因为当时没有 英文跟台语结合在一起 比较多就是英文跟中文 所以你看 你又可以兼具亲切感 你又可以兼具国际化 而且你又到哪里 还可以表演一段乐器 或什么的 都给很多的年轻人 很大的压力 但是我觉得 但是也给他们的一个方向 就是做自己擅长的事情 然后能够让梦想 更能够快速的达成 这个非常重要 那在下一端节目回来呢 我们也要请Jane 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现在还有没有什么 梦想期待能够一起实现 那我们下一段节目 马上回来哟 欢迎回来梦想起飞 我觉得我每次跟Jane聊天的时候 我都会有一种就是 不像在访问 就是可能真的很像在 在聊天啊 就是已经真的完全跟朋友在聊天 甚或是就是觉得 有的时候跟你讲话讲讲 我会很想哭 我很想哭的原因 就很像跟自己的姐姐或妹妹聊天 就是你不会骗她说 我现在心情好还是不好 比如说我说就是不想讲话 那比如说你姐姐妹妹就知道 哦她现在不想讲话 我们也不要逼她 好像硬要 好像耍宝演出一段 代表我现在过得很好 不用 所以我觉得 你给我跟 就是还有依晨 就你们两个给我的感觉很像 就是很踏实的那种家人的感觉 而不是好像只是在工作场合遇到的 就是 然后讲讲话 你好我好 然后大家就分开了 不是 所以我觉得也可以给很多 在追求梦想过程当中的朋友 你们要找到一些 让你心里面 会有一种安定感的伙伴 我觉得这个也是 对 对哦 就是在 你真的觉得有些人懂你的时候 当你遇到很多挫折的时候 你可以问问看 你觉得你很懂你的那些人 有没有给你什么样的建议 那现在的Janet还有什么 很希望能够完成在演艺方面上面的梦想吗 我还是很想要跟Brother Peter拍戏啊 OK 我也是 没有啦 真的 因为我觉得演戏你说我不挑角色 我真的是不挑角色 然后我也不挑语言 然后其实因为之前也是有组织蛮多的 我觉得我如果是当一个制作人 我也觉得还蛮好玩的 对啊 我觉得 我觉得有很多节目是我自己很想要看到 然后没有看到 我就会想要赶快去做 但是我又没有那个能力 还有那个时间去组织 所以也许我去当制作人 然后去提这个案子啊什么的 我也曾经有想过 对啊 然后也想出书啊 然后想要做动画片的话很多啦 我也想要写剧本 然后拍一部电影啊等等 对但我觉得 这样做的东西蛮多 对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完成啦 因为我们你看我们有现在这么多的好朋友们 然后大家都在家庭生活当中 就是好像已经完成了一些任务了 阶段型的任务 比如说很想生小孩的 大概都已经就是完成任务 就是不再像以前那样就是啊 如果我有小孩有多好 所以我就觉得现在可以更 算是大胆的享受 后面就是自己要实现梦想的过程 也可以给小孩更多的榜样 说你看不管妈妈几岁 我们如果坚持自己的梦想 就有机会让自己的梦想成真 而且我也觉得 你当制作人一定会是一个非常好玩的制作人 就是可以跟着主持人一起疯的那个感觉 对 再次谢谢今天接受我的访问哦 我们不会了 不会了 也很久没有很久没有好好的聊了 聊天哦 因为生了baby之后 大家觉得最正疫情的关系 那还是会有一点点要互相要 好好地保持我们的健康 这样的我们未来的梦想 才可以一起实现 谢谢Jana哦 谢谢 谢谢 也谢谢梦想起飞的朋友们 希望大家的梦想都能够 在更多的好朋友跟家人的支持下 能够一步一步地成真 我们下期再见